山東 我們看到的話 就是 包括上海的政論署 這麼長的時間的話 都 情感都沒有完全的自由 連去到教會去敬拜的權力都沒有了 山東的話 我們也曾經見證過 他們的就是沒有理見 這個問題最終來解決 我們也曾經見證過 我覺得 也拿到這裡來研討吧 我個人來講的話 當然還是非常的不樂觀 那個地方的話 也是非常的偏遠 它是山東 山東的宜蒙山區 它在林漁 它又是一個比較偏的地方 它面間有一個地 大家不知道清楚 叫孟良故 孟良故 孟良故 就是在陳關 他們這個村 大概1.5公里的地方吧 還是2公里的地方發生的 嗯 當時主要的兵源呢 主要的兵源的話 可能都是這個 就是一蒙山區的兵 也是說在那邊 這種 權力 就是說這種權力思想的話 是非常的興盛 就是說 只認全頭大 最開始的話 這個事件沒有明晰之前 這些人 是非常恐懼的 哎呀 就是有這麼多媒體 有 有法律界的人士去關注 他們就在 高層沒有表態之前 他們是說實話 然後建造人來了 都是 都是走 到了後期可能 但是 我記得 我記得 城關城案件的話 當時是有一個 是羅幹還是 不知道是誰 到那邊去視察了 我不知道是說 你才是羅幹 我記得 那是羅幹 對 到那邊去 視察了 林 可能也談到了這個事件 這個事件 這個事件 當時來講 可能也是作為 呃 05年 最大的一個維吾事件 嗯 因為 可能甚至說 比太盛頓 還要受關注 參與的人 各個方面 甚至說 體制內的人 也 我們知道也去了 包括 談聯 他們 也發出了一些 一些積極的訊息 但是 整個維吾事件 還是認為 這個不僅僅是一個 計劃之類的威權 而且是代表一個 一個區域 嗯 現在的話 比五年前 應該說 整個形勢的話 他們 他們的 這個判斷的話 可能更為嚴峻 嗯 緊接著的話 馬上又是 呃 又是 十八大 嗯 維吾 呃 維吾任務啊 很堅決 呃 陳剛成的話 可能又是 山中的 我個人覺得 成為一號人物 就是一個維吾 就是那邊的話 維吾高地 嗯 這麼偏 嗯 已經有這麼政治化的一個地方 現在就是說 民間社會 如果發揚智慧 在那邊的話 能夠使它 就是說 把這種 敏感性要降下來 或者說 使情況 能夠正常化的生活 我個人覺得的話 我想了這麼久 我也沒有好的 好的方法 剛才說的話 就是 主要是過去幾年呢 包括在那邊 當然是 見到的一些情況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嗯 我還聽聽大家的意見 想起來的話 我也發展一些 嗯 好吧 好